他卻到九月底十月中出现尿失禁 不经意的尿失裤子 甚至对大人说出 你不要发呆或是动手打我 家中就读幼儿园的小孩入学后出现反常行为 让这位妈妈非常担心 疑问之下原来不止她遇到 小孩都就读北市某间公立幼儿园的家长们 指控老师会失报 讲起来很是心疼 有一次是看到有隔壁班的老师在走廊 然后对着走过去的小男孩 越讲越激动 而在家长群组中还有家长说 小孩被老师连续打额头捏屁股 甚至儿子能清楚描述 是被哪位老师打哪个部位 妈妈我听了真的都要心碎 面对种种指控校方很低调 针对细节原方表示正在调查中不愿多做回应 但家长的担心还是没有消除 怕幼儿园成为孩子噩梦 要政府机关有作为 别再有这种状况 幼儿园这边依照相关的规定启动校室会议 我们的同仁这边接收到就是相关的调查报告之后 会再送到社会局 原方不可以求援兼裁判 因为事实上其实这些调查会议里面 我们发现就是说 其实可能这些原方他可能本身就是这个会议的记录 或者是主持人 怕原方主导的调查会议不够中立 议员更指控事情发生后 校方没有提供相关画面 呼吁未来应该立法强制幼儿园安装监视器 保障校园安全 不希望本来天真快乐的幼儿 一踏出家庭就留下恐惧的阴影 TVBS新闻华少平林一杰 李一婷SG小组台北参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